故事,我在此地也不讲 我们在此地要相信 它代表什么? 代表这一个经 是第一开悟的经 这一个法门 是第一正果的法门 它代表这个意思 于本经后面 分一世小陈 在我们这个经 在哪一面呢? 好像是在 九十四年 周围分开 九十四年 对,九十四年 刘通芬的第一段 劝心刘通 你看库盼 第二段 丁二 第一的弟子 我们把经文念一念 心五下列 亦不公告 成就善根 席劫增上 当之此人 非是小陈 于无法中 得名第一弟子 行了,我们看了这段经文 你看,秦后相呼应 乔成如是第一个开悟 第一个正果 用它摆在第一论 就是说明 这一步经是 令一切众生 第一 平等 成佛的法门 你要说是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讲的一切经 哪一个经第一呢? 这不是说千金主书 这是第一经啊 千经万论的 我们今天能选上第一经啊 这要没有大善跟大福德大因缘 你怎么会碰到 我们今天遇到是一切经中的第一经 乔诚如代表第一 那么他摆在第一了 这个下面全都是第一了 从这个一项 一直到这一部经的圆满 字字句句都第一 没有第二 我们在一般经里面看到 摄理佛代表智慧 穆建林代表神通 乔诚如摆在前面 那摄理佛的表伐意思就提升了 提升摄理佛在此代表智慧第一 穆建林在此代表神通第一 神通就是我们今天讲能力 通是通达的意思 没有一样不通达了 毫无障碍啊 神神奇超越我们的常识 超越我们的想象 他有这样殊胜的能力 能力第一 一切经当中都有这年为尊财 那就是佛所说的一切经 都是智慧的能 从真实智慧 真实的得能力里面流露出来的 在此地我们要把它加上第一 智慧是第一 神通能力是第一 却不是其他经里面能够相比 为什么呢 任何经理人不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 唯一读这部经 这个法门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 注意要记住 这个我们在这里建立信心 学这一段经文 就是建立我们无比坚定的信心 相信自己 试心是佛 相信自己 试心做佛 决定成佛 我们在这段经文 要紧的是学生 下面也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 决定不动摇 阿南尊者 这个加世尊者 这是代表禅宗 禅宗的出组 阿南尊者 阿南尊者代表教下 宗门跟教下合起来 就是整个的佛法 一样都不露了 禅宗以外通通叫做教下 这年为代表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宗门教下 最后通通会归净土 你说净土多么殊胜 那么中文是不是真的归净土呢 真的归了 最明显的历史 马祖祖宗以外 这年为大使 建丛林立清规 提倡 共修 你看八丈大使清规 所定的这个禅门日宋 他禅宗的课宗本 宗门迷宗都念阿弥陀佛 宗门复度送弥陀金 岂不是会归净土吗 并没有青史净土 心事处 清静万论 殊途同归 归到那里 归到无量寿 归到这部旧 归到西方极乐世界 明白这个道理呢 我们选择尽中法门 专修专后 决定不会再被奇特法门 动摇了我们的意愈 这个意思在此地 再看 法会里面还有菩萨中 菩萨中里面 给我们列了三位菩萨 第一位 普贤菩萨 又有普贤菩萨 文殊斯利菩萨 弥勒菩萨 既行皆中一切菩萨 皆来几会 这个意思好吗 普贤菩萨代表什么呢 代表敬弥般 我们晓得 我们晓得佛法里面 社会宗派里头有密宗 密宗在近代 红传很广 密宗的祖师是谁呢 普贤菩萨 密宗的沉船 龙树菩萨 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六百年 龙树菩萨出现在这个世界 他是粗地菩萨 他在南天开铁塔 铁塔打开之后 见到金刚萨土 也叫金刚守菩萨 把这个密法传给他 他以后就传下来 金刚守菩萨 也就是金刚萨土 是普贤菩萨的化身 所以普贤菩萨在密宗里面 就称为金刚萨土 他在此地代表 密宗到最后也归尽土 这个意思在本经里面 形式特别